繼電影《我的少女時代》之後 李玉璽和簡提睿再度合體 穿上色彩鮮豔俏 俏皮感十足的服裝 擔任手機遊戲的代言人 請問你喜歡哪一種類型的女生 喜歡哪一種類型的女生 整個傻掉 有沒有傻掉 公眾照片沒有電影 開個玩笑啊 銀河拍電影成為好友的兩人 不只在台上鬥嘴 就連拍攝廣告都狀況百出 因為彼此太過熟識 廣告裡甜蜜橋段深情對望 李玉璽和簡提睿拍到頻頻NG不斷笑場 要和他扮演螢幕情侶 其實就是 我們在拍攝的現場 其實一開始有碰到一點點的障礙 因為太熟了 然後我們要在那邊擁抱 對看 對看寒情默默 真的蠻需要演技的部分 算是一個挑戰 從電影手遊代言 再到電視劇二作劇之吻 李玉璽和簡提睿多次合作 始終沒擦出愛火 原來女方才會碎唸這點 讓李玉璽直呼無法接受 因為他私底下太囉嗦 這樣是啦 就是他可能講 講一個故事 他會講個五分鐘之後 你還聽不懂他想要表達什麼 所以你就會覺得好了嗎 而且他講話就是機關槍 沒有喘息的空間 所以你就會慢慢的 就是覺得這個女孩 當朋友就好 哈哈哈哈